Hello 大家好 今天的視頻是元宵節和Ivy的難寫難分 三週年,賞花和聊聊天 首先祝大家元宵節快樂和多謝大家在三年來對我的支持 三年前的元宵節,我開始到第一集的YouTube視頻 在裡面可以看到蘭社當時的狀況,那時候蘭社沒那麼多花 現在蘭花的部隊越來越大 花多到我天天跟他們聊天,叫他們不要開那麼快 分批離開,但是渴都渴不住 為什麼?因為現在是春天,百花齊放,花在爭鮮開放 大家都在這裡押住個位子,你逼著我,我逼著你 就算那些未開花的,一條條的花枝 特別是淋水的時候,花枝很容易打散 一不小心就會撞斷,或者撞掉些粒 雖然說我現在很多花在開,好像不太在乎 其實不是的,很肉赤的 看到一個粒,或者一條枝弄斷,真的會呱呱叫的 好了,不要吵嗦了,我們開始來賞花 看看這棵,是斑葉的 它的花色有點像桃紅色,帶一點點紫色 花外還有一條黃色的邊,真的很漂亮,而且香的 旁邊的這棵,黃色橙芯的迷你香水紋芯 這棵就是卡特蘭火焰 上面這些是秋石盒,上一集都和大家見過面 不過現在就開得更多花,看看後面那條枝 被人逼得埋牆,趴在牆上 這裡這棵粉紅羚羊石盒,又開多了很多花,但還沒開完 後面這兩棵就是春石盒,也是上一集和大家見過面 白色的這棵我很喜歡,特別有葉藝 這棵橙色的,很鮮艷,卡特蘭 水培的蝴蝶蘭也開花,不過這麼高很難拍 不如看看其他的先,這棵是親戚給我救回來的 現在開花了,準備送給他 旁邊的這棵是滿天繁星 看看那些花紋圖案,好漂亮,真的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樣 又大盒,超過10厘米 這次有12個花,我也打算把它一起送給親戚 這次是他最後一次出鏡 這棵花我都養了幾年了 養花就是這樣了,養得久就有感情 真的有點不捨得 再來看看這棵的春石盒 好大盒,好香,好漂亮 是所有的春石盒裡最大盒的 嘩,這麼多花,都不知道從哪裡說起 不如帶大家略略地看看 然後我會將一些個別的蘭花單獨拍攝 放在影片的最後,給大家欣賞 現在看到的這些就是蘭社的基本結構 就是這樣了,這邊一個四層的大花架 你看那些花,物質質,都不知道怎麼拍 真的不分開來拍,根本就很難去欣賞 看看最頂層這裡這一棵 幾乎頂到上天花板 看看這邊,奴墓又開始開花了 水培的黃精靈正常和便宜都開了 便宜的金牌特務水培的,嘩,好漂亮啊 還有黑美人,一樣搶鏡 再看看這邊,嘩,什麼都是花枕 真的不知道怎麼拍 看看,這些花枕,整堆整堆 不懂拍 那邊開的那棵,那棵是蘭花世界 一眼看下去,那些花枝一條一條洞 想像一下它開完的時候,我也不知道怎麼擺 又要計劃裁員 看這邊的花架,也是開滿了花 這棵是POKEMON、PIKACHU 那兩個面珠燈,好相似啊 這棵是黑珍珠,全部開光了 看看,很壯觀,而且還很香 旁邊的這棵是非鷹Wilson 它的花很大盒 剛剛開的時候,帶有些綠色的 還有它花的中心有些發光的白色 好漂亮,還有一個花枕未開 下面這裡就是兜蘭 這一棵是一箭雙花,綠摩帝 一箭三花的雜膠亞洲兜蘭 它那兩條飄帶好漂亮,又長,扭著扭著 這兩隻鞋子還在開 旁邊的是咖啡香水,真香 這棵是吉西蘭,好像蜜糖一樣的甜味 現在開了兩條花枝,還有三枝未開 它很賺鬼,一年可以開兩次 接著這棵是卡特蘭,有四條花枝 一條花枝可以開出一球花 花是很鮮的橙色 它那條荔有很幼紅色的線 在上面畫了很多很精緻的紋路 看上去很漂亮,很有立體感 再來看看這棵是迷你的卡特蘭 很少有花繁那麼圓,整朵花也開得那麼圓 好像梅花的形狀 花好像很厚 花的顏色是鮮艷的黃色 而且上面有些螢光,好像閃粉一樣 最漂亮是它的唇,是喇叭唇 唇口是波浪型 顏色是由黃色到橙色到紅色漸變 還有一條橙色的幼幼菌邊 接著這棵呢 如果你一直有看我的視頻 就知道它是誰了 就是聖誕大餐裡的鹹脆花生 它每次開出的花量都很大 今次也不例外 開得好像棵樹一樣 看看是不是開得很熱鬧 而且還有些粒還沒開 它這麼多花 而且是橫生 真是有點嫌它雅定 對它真是又愛又恨 接著的這棵呢 就是在去年的情人節 我拍過一個短視頻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的就是這棵了 去年開花的枝 今年就不再開花了 現在看到的這些花 全部都是出在同一條新枝上 那些花很大顆 顏色配搭得很漂亮 特別是花中心的草綠色 令整朵花看起來特別醒神 接著來看 迷你香水紋森 這一棵就是香檳色的 本應可以有更多的花 但是夏天的時候拿出去 雨水太多 有三個新苗積了水爛了 所以就少了三個苗的花量 現在看到這麼多花 其實是兩個苗的花 後面的兩條枝 是出在同一個苗身上 而前面的這棵花 就是出在另一個苗身上 這裡有三條花枝 它的開花性真的很好 養一盆整屋都香了 它的香味會受溫度和光照的影響 這是它的名字 旁邊的另一棵 黃花橙芯的 它的香味比剛才那棵更好聞 純和一點 是玫瑰的甜香味 花量也不少 我最喜歡它的顏色配搭 很鮮艷,看起來很漂亮 剛剛架出一盆爆花的春石盒 又有另一盆爆花的春石盒出現 看下那些花,密紮紮 開得好像一個大花球 而且顏色很豐富 就好像那些水彩畫 很漂亮 這棵花有點難搞,很難造型 因為你看這些枝都還未成熟 那些花全部集中在中間 成熟那幾條枝上面 外面周圍幾條枝都是新的未成熟的枝 在圍著那些花 所以那些花就被迫在中間 那麼多花密紮紮迫在一起 看上去就形成好像一個大花球 所以也特別香 今天的視頻有點長 很多花都沒機會出鏡 好像那些水培蘭花 一棵都未有機會出來 我會在以後的視頻繼續和大家分享 多謝收看,祝元宵節快樂